欢迎来到语说体育 今天咱们聊聊火箭和勇士之间 即将到来的希腊赛第六场脚梁 目前这组对决大逼分打成了3比2 勇士队暂时零险 但别看说勇士队零险 其实目前这组希腊赛 又是一访 已经变成了火箭队了 因为毕竟我们也看到 在上一场比赛当中 杜兰特意外受伤 折了一个杜兰特 这也就使得双方之间的实力对比 将一种填平发生了改变 我们也清楚 凯文·杜兰特 在这组系列赛当中 他攻守两端的表现有多么优秀 场均砍下33分 而且进攻效率极为爆炸 缺了他之后 最直观的一个影响 那就是勇士队这30多分 得由其他人共同承担 再有一点就是杜兰特 在勇士队阵容当中 在进攻段 他可以扮演一种24秒行将到时的情况之下 当这支球队整个进攻战术 打不出来的情况之下 扮演这么一个结果的角色 他可以凭借自己身高必然的 有时天赋粘牙 完全无视防守完成终结 少了他之后 毫无疑问 勇士队在一血回合当中 这样一种精拱的执行能力 也会下降 再有一点 就是杜兰特 他在防守一端 这样一种作用和价值 就更为突出了 因为我们也清楚 勇士队面对火箭的情况之下 他大量时间内 都是打得无限换防的 这样一种防守策略 而且这支球队 非常依赖于死亡无小 在死亡无小 这个阵容构架当中 杜兰特防守短 他可以说 不管是在勇士队内 就算是包括火箭队也一样 杜兰特是在赛场纸上 防守覆盖面积最大低支球队 他可以凭借自己的身高必然的 有是这样一种灵活性敏捷性 以及防守短的嗅觉 可以说 在赛场纸上是无处不在的 不仅协防能力有秀 弹防这块 可以说也是从外防到里 外线对位这块 就算是面对哈登和保罗这两位单打高手 但是杜兰特也是完全能够实现这样一种覆盖的 留给对手最好的进攻选择 那就是一个挡猜之后换开杜兰特 这是对方最理智的一种选择 如果说勉强单打的话 那么哪怕哈登保罗单打能力 这么有秀的两位球员 面对杜兰特 那也是很难高职高效的完成终结的 另外呢就是火箭队 克林特卡佩拉一旦所顺下 要到集审位置之后 这会儿在戒球呢 如果说他面对的是德拉蒙德格林的话 那么他也可以凭借自己的身高有势完成强棋 但是呢 如果这会儿他面对的是凯文杜兰特的话 那么在比赛场上呢 我们也数次发现 卡佩拉是起不来的 毕竟杜兰特身高必然在那摆着呢 直接就把卡佩拉给罩住了 所以呢杜兰特呀 防守短那整就是无死角的一种存在 里外一把爪 而且呢进攻短这样一种能量 我们也看到 他是堪称这组系列赛当中勇士队十指上的进攻第一箭头的 所以呢 攻守两短 分量都极重 这么一个球员确证 毫无疑问啊 双方之间这样一种实力对比的天平 立刻就向火箭队一边倾斜了 当下呢你要问我 这组系列赛谁更有可能胜出 那么毫无疑问就是火箭队 明天这场G6也是 火箭队是更有赢球希望的一方 那么是不是说这个勇士队他就得交响投降 就是一点胜算都没有了 你这话也不能这么讲 因为虽然说少了一个杜兰特啊 但是我们清楚这支球队呢 目前当初这支球队 这个王朝 促成的那一伙的铁三角 也就是库里汤姆森以及德拉蒙德格林 这三位都还是在的 有他们啥呢 那就使得这支球队 还有这样一种冠军的底气 这样一点呢 就是这支球队啊 他们在14到15赛季 以及15到16赛季 连续两个赛季 面对火箭队的情况之下 他们都是取得了胜利的 而他们是通过什么样的一套 阵容取得了胜利呢 那没有杜兰特 也打的也不是什么纯粹的死亡无想 就在赛场纸上 很多情况之下 伯古特那也是能够扮演起 很重的细分和防守短的价值的 所以呢 对于勇士队来讲啊 他少了杜兰特纸后 固然继续打死亡无想 这个不太现实 因为毕竟我们也清楚啊 死亡无想这套打法 尤其是你在防守短 无限换防的这样一种防守策略 对于一名球员 防守短的要求是非常高的 就算是勇士队这么一直强队 但是在阵容当中呢 我们发现 真正能够贯彻无限换防的这些球员 他的选择范围也是相当狭窄的 基本上也就是七个人左右 呃 原本呢 在有杜兰特的情况之下 你这个人选范围都那么狭窄 现在少了一个凯文杜兰特 防守短这样一种无小 防守原本面对勇士 火箭的时候那样一种幼失 也已经不存在了 这会儿你再坚持无小 那么无论从人员整个的选择范围上来讲 还是从赛场纸上 球员的具体能力这个角度来讲 都是很难支撑的 所以呢 下一场比赛 我预计啊 勇士队呢 他不是说不会技术无小阵容 也会技术 但是呢 在赛场纸上 我感觉他会更躲的开始用大哥阵容 也就是说更躲的打一种 传统的挡猜之后的防守策略 你比如说启用伯古特 防守短内线队一把 就是看一看你哈等的手感 外线这块怎么限制哈等呢 就是交给伊格达拉绕掩护子后 自行处理吧 这是这支勇士队 目前能够选择的方案 也是没有办法 毕竟少了杜兰特 你继续打死亡无小 打无先换王 有点力不从心了 所以呢 更躲的我感觉就会启用内线打法 而启用内线呢 启用伯古特这样一种球员呢 那么也就使得这支勇士队 他就更像当初 14到15 15到16赛季那支勇士队了 刚才我也提了 这支勇士队 他曾经在既赛的舞台指上 靠着这么一种打法 这么一种基础的 几人的构架和班底 是战胜过火箭队的 所以信心囊面呢 他们也具备 况且呢 我们也清楚啊 勇士这支球队啊 在拥有库里和汤文森的情况之下 那么这支球队 他的进攻的火力的展现 那也肯定是相当凶猛的 如果说他俩阵就是 爆炸了一场的话 那么这会儿对方想要赢下比赛 那也是难上加难的 我们也清楚 伯古特一旦说被启用之后 他的整个党裁掩护效果 那也是绝对出来把吹的 而且他呢 也是拥有这样一种 撤动球的能力 被这个加击之后 他也是能够 撤动起整个进攻的 再讲呢 克莱汤姆森 他G6比赛当中啊 习惯性的 这样一种爆发式的表现 下一场比赛呢 也是有可能出现的 所以呢 你要说考虑这几点 那么我感觉 勇士队这个G6呢 虽然说啊 目前整个这个审位 是比较厉实 但是他们也仍然存在 这样一种赢球的希望 而且呢 我们清楚啊 火箭队呢 其实目前已经变成 更有压力的一方了 毕竟对方 杜兰特都缺着了 而且呢 原本就少了一个考虑史 目前在实力 本省占据有势的情况者下 对于火箭队来说呢 没有退路了 就是这种系列 在不能失败 一旦失败的话 也没有任何借口可言了 所以呢 这就是等下的形式 本期呢 就跟你各位聊天 如果您喜欢本视频呢 点击屏幕 右下角订阅 咱们下期再见 徐静宇的八堂表达课 目前已经上线了 在今日头条APP中 搜索徐静宇 进入到我的个人主页当中 在专栏页面下 您就能够找到他了